我明明就是這麼喜歡跳舞 然後我又這麼想當唱跳歌手 但為什麼 我要拒絕跳舞這件事情 我要拒絕讓人家看見 哽咽著說出心聲 這是楊承琳去年 準備台北場演唱會的幕後花絮 記錄下她練舞過程 以及親手剪掉長髮的畫面 對 現在喔 就這位置喔 我覺得喔 怎麼弄啊 10分鐘短片描述籌備演唱會的心路歷程 楊承琳無預警推出影片 為粉絲謀福利 其實是要彌補遺憾 原來說好下半年要去高雄開唱 因為疫情關係 楊承琳宣布要延到明年再舉辦 同樣演延期的還有8月21號 原本要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舉辦演唱會的鼓鼓 新的演出日期會另行公佈 鼓鼓說此時此刻 健康的身心靈才是最重要的 一起度過疫情 再次相聚才更珍貴 歌手紛紛忍痛 暫緩開唱計畫 雖然7月12號有望微解封 但沒有人願意冒險 即使主辦單位祭出沒花做的防疫措施 但進場人數就會少了五成 就算門票賣光 考量硬體設施成本也不划算 更不用說幾千人 共處同一個屋簷下 需要承擔染疫的風險 恐怕這陣子還是無法親眼看見 歌手正在舞台上開場的模樣了 TVBS新聞 鍾玉峰 楊慈音 台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